日後參選立法會 才要爭取選委會提名 新思維主席迪志遠 在本台節目講清講粗話 有信心民主派仍然有機會 爭取十幾個議席 是議會中有一定的影響力 我自己直覺上是覺得是有可行性的 再加上直選現在是二十區 十區二十席 大家都知道有十席就是建制的了 如果另外十席能夠非建制派拿到 這個是比較好的一個現象 另外在暫時看到 在功能組別都有五六席 因為仍然是保留個別選民投票的 這些都是對我們泛民的朋友是比較有利的